选举在美国是一个所谓募款跟选举同样重要的一个活动 所谓会募款、会拉票、会演讲以外发表证件 当然它都有一个阶段性的 那这一次的选举民主党的提名大概在三月份就要有提出一个候选人出来 那目前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已经有人出来了 那周浩恩、Ben就是要想赢得民主党的支持 所以说在三月之前他需要跟其他候选人来争取这个所谓的代表权 那在这个金钱方面来讲的话 大概需要25万到30万美金来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选举的成功的梦想 那我认为呢这个钱在我们华人里面呢应该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所以我们应该要尽量帮周浩恩呢在这个最短的时间 趁着现在12月份将近结束 1月2月3月能够帮他凑到将近30万美金的这个竞选经费呢 我们想一定要帮他送进这个Commissioner的位置